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在纽约这边招货运操作 然后我就尝试去投入一下简历 然后没想到就是经过面试什么 他们觉得我的经验也OK 然后我就去那边工作 然后在那边工作三年之后 就是因为在那边我会 我会就是接触到比较大的一些客户 比如说像像生啊 像这种就是这种非常大的这种客户 他们的集装箱都是用这种 都是用这种大的货带公司去走 所以说我就是属于去manage这些 account 然后在这期间就是接触到一些 像 supply chain planning 的东西 然后我就对这边非常感兴趣 然后我觉得为了要提高自己 然后我就选择去读这个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我其实是读的是 supply chain analytics 这个就是有点像要用这个data analysis 这些东西去做一些供应链分析 怎么去做一些供应链管理中的这个optimization 然后会学一些简单的一些data analysis 这些工具的简单一些coding 这些东西就是分析一些数据 然后怎样去优化你的供应链这方面 然后我现在是在一个一个大的一个chemical的一个公司 他是他是专门做做这种 他是做他是帮那个clorix代工 他是做做那个消毒水啊 就是很多家用的一些清洁用品 然后然后他还有一个vision 是专门做就是汽车这个房东液啊 然后温床washer这种 我现在是在这里面做那个 supply chain planner 就是会就是主要是操作一些 去做一些就是eventory的management 还有一些transplantation的planning这些方面的东西 然后其实很多东西一步一步来 我相信就是说很多很早跟我一起就是参加可能培训的同学 他们可能有的发展也会比我更好一些 就是说你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 你要去找到自己的方向 然后我觉得在在找工作中间我也走过很多弯路 然后我觉得呃大家在读完就是这个课的之后呃我觉得已经积累到很好的这个经验 包括刚刚听了呃多达老师在讲 讲这个这个steam shift line这个contract这些 还有一些这种surcharge这种东西呃其实到你工作中是非常每天都会接触到的 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呃如果你非常了解这种跟trade trade这种呃相相关的这些知识 那你去一些货带公司你不光是可以做operation 你也可以做这种呃steam shift line 这种呃去maintain这些contract 呃或者做一些pricing analysis就是你会去呃给别人报价 专门负责报价这些东西呃当然你就是可能需要非常好的一些excel的技能 就是我觉得excel技能非常重要的 然后你的呃英文在email这些回复方面的话要比较要需要非常professional 嗯然后就是我我希望就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简历写的好看一点 然后然后申请一个linkedin把自己搞一个非常专业的照片呃放在linkedin上 然后在肯为毕业之后拿到这个证书也可以呃可以可以可以贴到自己的这个 这个linkedin上面这样的话你求职的话呃你可以去可以可以可以在linkedin上找很多很多的公司 然后先先找一个货带的公司先去里面去锻炼 如果你在里面就是你觉得你对opposition非常感兴趣 或者你以后想去做曝光方面的东西呃 呃包括如果你对spy chain非常感兴趣 你也可以去一些呃这种这种trade这些公司去呃去求职 我觉得就是路是非常广的尤其是在New Jersey啊和New York这边呃各种各样的这些公司呃呃其实机会是非常多的 就是说大家就是大家要就是proactive一点就是我一定要呃觉得自己OK 然后也可以去不要觉得自己投不了老外的公司 就是呃我们很多华人就是在物流方面其实比很多老外呃做就是拥有的相关的知识会更专业一些 其实很多公司也蛮愿意知道我们华人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 反正这个就是我基本上一路走过来的一些经验 icas hockey 渣欧 姐 渣欧 广 炽 啊 abajo 嗯 战